歡迎收看 然後他們覺得我這是故事 你知道你只好有買 還有一道媽媽是那一種 回家過兩天打電話來說 我可不可以再把小孩子拖回去 我們說那妳要拖多久 她說可不可以拖到她長大 坐公車自己再回來 對... 這間女中心的 有一次也是換大便 她換出來的時候 妳就發現她的人中開始用力 她這樣 阿姨啊 人中用力 妳不然我想要說 我... 她就是順了那個 弧度然後噴到妳的大腿 整個都是 不會好多次都是這樣 所以我直接沒動耶 我會訓練小孩 因為我早就說 不要給小孩把握得太好 天氣有點冷 老實說有點冷 她想說穿一件應該夠吧 就在家裡 就聽到她咳嗽 然後我阿姨就說 心靈她在打換跳說 沒關係 到第二天 她要給她穿掃掃 我阿姨就說 心靈啊 妳可能要帶她去掛她的衣服 我沒有什麼 她說 她比水狂狂 我才來我女人 女人好心理今晚 跟嬰兒相處 有這麼可怕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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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媽媽上場啦 對 新手媽媽最容易手忙腳亂 因為你知道以前沒碰過這種生物 就 什麼生物 你以前是這種生物 孩子 寶寶 猴子 就是小孩子 對 對 新手媽媽其實多少 都會有點惶恐 因為每個人真的 第一次難免緊張 因為生小孩真的 你不可能 你就算看再多的影片 看再多的書 當一個活生生的生物 到你手上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說 怎麼辦 對 而且不要說什麼餵奶 其實光洗澡 可能就造成很多人的困擾 就是坐月子那個月 回到家之後要自己處理 就不知道怎麼辦 對 而且同時你還要照顧自己 因為坐月子 你要照顧好自己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問題 會因應而生 今天我們都請很多 新手媽媽的跟我們一下 分享一下 新手媽媽的心情 是的 首先第一位 就是我們的重心靈 歡迎她 大家好 開心了 媽媽 我快要變老鳥了 真的 為什麼 今天兔寶已經滿一歲了 對啊 學姐 就是即便很多東西過不去 她也適應了 所以就OK 所以是小孩成長的 小孩的心靈 對 我也成長 再生一個啊 那有可能 有 那有可能 真慘一下 我那個很難了啦 對... 雖然看得... 雖然感覺應該是三個月 但沒有 好 誤會 好 接下來第二位是 我們徐小可 歡迎 嗨 在結席... 沒有 有潔癖的媽媽 是最可怕的 真的 對 因為發生一年小事 你都會特別緊張 而且我們家同時還養兩隻狗 就是你在餵牠奶的時候 狗去尿尿 你就會想說狗尿尿 怎麼辦 還在喝奶 怎麼辦 怎麼那麼久 然後食味已經飄出來 到底要被減食 可是奶又還沒喝完 那你老公呢 就是如果他出去工作的時候 沒錯 打電動 好 我們接下來第三位是 我們的小咪 歡迎她 嗨 剛生完 生的真的新手媽媽 我不算了啦 我第二台了 對啊 剛生完是幾個月了 剛生不到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 那妳恢復得很快 對 妳恢復也太過分 對啊 因為我就是我不會水腫 我比較幸運就不會水腫 朱欣明那不是水腫 我也沒水腫啊 對不起 妳最好大聲一點 初心書買 買來全燒掉 對 我跟你講 對 她不在乎 妳買了就好 不要銷售量 妳們買了 好 第四位是我們 姐姐歡迎 真的兩個 好 接下來最後一位呢 是我們的護理長 黃之禮 歡迎 謝謝 她說很好 這很多觀念就對了 對 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小寶寶 只要到惠人員的手上 其實好像一下子 大概不用兩秒鐘 馬上就可以解決 對 那剛好最近 我有寫了一本 就是把我這 那麼多年來 就是育兒的一些怪招 然後把它全部寫在這個書上 今天就配送給她 謝謝 謝謝 妳第一次 就是妳第一次是送 妳不是送主持的 不是送主持 他們都是有經驗的人 我們才是需要這本書的人 通常是送主持的 剛才是送主持的人 被妳們單被攔截了 這麼新的招 她就是準備四本就給妳們了 太開心了 她已經要拿著麵包 等一下 妳第一次要捲風宣傳 她是不是不如妳 好愛喔 妳真的太誠人了 沒關係 心都水 妳們還用不到 好喜歡喔 妳們慢慢聊 我們看一下 不行啦 讓開了 開始 我們先來問一下 我們女人幫 妳們幫她當媽媽的舉手 一 二 三 其他事當媽媽 不敢在電視上出來 很好說 妳們三位覺得 就是當媽媽 新手媽媽最害怕的是什麼 哭 遇到小孩子哭 然後妳都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我那時候是半夜她哭 我就抱著她跟她一起哭 就來個哭 很多媽媽都一直大聲 她看到妳的哭 又再被嚇哭 不是啦 因為不知道她幹嘛 然後就想說是不是尿布濕啦 然後發現患了還是哭 然後是不是肚子餓啦 喝完奶還是哭 就一直哭 可是看到我就覺得看到鬼 就一直哭 丟一卸妝 來 丟一卸妝 好可憐 那前幾開來 天不怕 地不怕 我跟你講 我其實那時候最怕 就是小孩吐 他吐不是說吐一點點 像大法師那樣 對 是像噴犬一樣 然後我那時候跟了醫生講說 他真的很可怕 我已經餵母奶 又不是說 OK 一些配方奶 你會吐 然後醫生說 那正常啦 一點點藝奶 我說它不是藝奶 它是吐奶 而且是噴出來的 然後醫生說 你會不會太誇張 我帶去給醫生 跟他當場噴 然後就 對啊 醫生也嚇到了 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可能他力氣比較大一點 太智能這樣 好猛 好多問題 那Amy妳怕什麼 我最怕幫他洗澡 我第一次幫他洗澡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有好滑 整個就滑到水裡面去 對 然後你知道那個水 我們要放水幫他洗澡之前 我要試那個水溫 試好幾次 拿測的溫度計一直測 然後放下去以後就想說 到底水溫行不行 所以光弄他洗澡 我就可以搞很久 好 今天我們來問一下 我們這邊的新手媽媽們 她們最害怕的是什麼 我好像每個人都會有 難免緊張的那個情緒 忠心妳是坐月子的時候 就很緊張對不對 我坐月子就很緊張 我其實本來想說 坐月子就在那裡享受 如飯店一般的生活 但是其實不是 妳每天都很忙 大概一兩個小時 他們就說 新年媽媽 那個兔法二樓 所以妳就要過來這樣 就開始餵 餵完之後又覺得 不能馬上回去 不然人家會覺得妳太脫了 所以就跟兔法玩一玩... 就想說那撐了半小時 可以請護士送回去之後 那你們把他接回去 然後接回去之後 過半小時之後 新年媽媽 兔法又哭了 就是 就是我都沒有辦法休息 最可怕的事情是 我那時候坐月子的 快要後期的時候 他們就說 那妳要不要試試看母嬰同事 就是這樣子回家 先適應一下下 我不瞞妳說 我前面開始決定 要母嬰同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緊張 我覺得太害怕了 然後我想說 小朋友要進來跟我同房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 一直胃痛 然後到小朋友來的時候 你都覺得 剛開始很好 我都會慢慢跟他講 哇 兔法好可愛 我講 他開始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我起來 我放下 一直哭 然後到最後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到最後只要請護士來 可是因為 已經答應那天要母嬰同事 那母嬰同事可以扣四百塊 其實不是錢的問題 是你覺得 面子比較 其實是錢的問題 其實是錢的問題 今天四百塊也是有了吧 你覺得十二萬 我有差到四百塊嗎 好 那沒有 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 就覺得 想求助人家 但是又不好意思說 你可不可以就把他帶回去 所以那個阿姨就來 可是阿姨真的太妙 他看到護理長 或者是護士小姐 就主動會變安靜 所以最後 我從院子中心回家 最後又買了一套睡衣 就是粉紅的衣服 然後他們覺得 我這是護士 我真的有買 所以你老公 真的老公很高興 我老公 他可能覺得身材不太一樣 然後那護士真的很奇怪 他就脫髮放在那個 他的那個箱子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用假髒 然後脫髮就 然後就睡著 然後大概二十分鐘 然後二十分鐘 我那時候就胃還是很痛 然後他就 他說我脫髮可以睡 你再搖一搖就可以睡了 我想太好了 然後我就接他的手 就這樣搖 然後就一出去 大概一分鐘 脫髮 搞得要怎樣 爸爸算了 就是跟他分站 所以這個時候在脫髮眼中 就是說其實護理長是媽媽 你只是一個奶瓶而已 我應該是奶媽吧 我只是奶瓶 對啊 所以跟小孩子獨處 那當時是你非常害怕的 我非常害怕那件事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我那時候 去看小朋友的時候 譬如說小朋友都在那個 嬰兒室裡頭 你就 好可愛 那個是兔寶 可是當兔寶開始 要開始 開始一定要 伸展 開始要懂了 對啊 公主說我那時候 譬如說玻璃在這裡對不對 躲起來嗎 然後就看兔寶開始動 我就這樣 躲起來 我是在門前耶 太累了吧 為什麼 因為我怕跟護士小姐 對到眼睛就這樣 要不要 對 對 所以你那開始是有點想要 逃避這個責任 有 有點想要逃避 都生出來還是哭 就是我譬如說 他生出來跟想像得很不一樣 你都想說做媽媽很辛苦 但是他也太辛苦了吧 他就是一個爆肝行程 就是你都不用睡 然後累得要死 可是現在 我譬如說老人家說的話 真對 他們說過三個月之後 就會很好 脫髮過三個月之後 就越來越好 所以我就越來越胖 然後現在已經一歲了 就要慢走 那小可呢 坐運中心的情況 妳有碰到 其實剛才欣妮姐遇到的事情 我都有遇到 但是因為白開水 她本身比較不是那麼愛哭 所以其實呢 她不會遇到哭的問題 可是就是像妳講的 她可能早上十點 她就覺得說 應該可以送回去跟媽媽 讓媽媽親衛一下 其實親衛是要培養 小朋友認識媽媽的感覺 因為老實說 她對你很陌生 你對她也很陌生 所以她藉由親衛 她可以獲得一個安全感 但是常常早上打電話的時候 可能Ben他下午才有通告 他想說睡得比較晚一點 有一次就是早上打電話來 他就說 不好意思 那個媽媽 白開水想要吃 那妳要不要餵他 然後結果Ben就說 要怎麼了 然後我就說他想要吃 然後結果Ben就 因為他已經太多次了 爸爸已經沒有耐心了 爸爸就說 那邊那麼多個女生 不能有一個人套出來 先安慰他 我心裡在講說 我才是孩子的媽耶 你有必要氣成這樣嗎 所以你就會跟他講說 好 那推回來一下下好了 然後推回來 可能親衛個十分鐘 然後你就覺得 他好像差不多安撫了 就想放回去 但是不瞞你說 因為剛開始進去 可能住二十八天 你就覺得好久喔 但到最後可能五六天 你就想說可不可以續住啊 因為對於你來講 要回到家 是一個你全部 從他睡覺的地方 從他可能晚上幾點 要起來喝一次 你都要重新跟他一起磨練 因為沒有人在幫你了 然後當天晚上 他就因為剛吃完奶 然後我就放在床上 然後要哄他睡覺 就開始噴奶了 但他那次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真的吃得太多 還是邊哭邊吐 所以他整個噴是往旁邊噴 那我是坐在床旁邊 所以他噴的那個方向 就噴在我的床鋪上面 所以剎那間 我當下是想說 我要先救嬰兒 還是先救床單 如果我不救床單的話 今天晚上就沒有床單 因為已經超過晚上十二點了 那個整理房間的阿姨 都休息了 對 所以那一天是非常非常慌張 對 第一次享受到噴奶 跟洗床單那個抉擇 對 就是很措手不及 其實小小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他又在哭 對啊 所以說實在的 你當新手媽媽 每天都會面臨新的抉擇 因為當然很多年 或者說你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A B C 這個步驟 大家已經經歷過 但是第一次總是特別難的 很可怕 現在我們就要面臨大家第一次 幫小朋友洗澡的那一刻 洗澡 因為剛剛妳也在講嘛 洗澡很可怕 軟軟的 脖子 滑滑的 也沒有力氣 然後那個水位要怎麼控制 誰要先來說 誰最害怕 幫小孩子洗澡 新手媽媽好慌張 不知如何帶小孩 竟然 還有一道媽媽是那一種 回家拖到兩天打電話來說 我可不可以再把小孩子拖回去 我們說那妳要拖多久 她說可不可以拖到她長大 坐公車 自己再回來 不要再說誰最害怕 幫小孩子洗澡 我們家 我們家是 不是我洗 是我公公洗 可是 公公洗 對 因為我第一胎 在月子中洗 在我公公家做 然後都是我公公幫忙洗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像坐在 因為我公公在廁所洗的時候 你要在那個旁邊幫她 扳腿或幹嘛 然後等到她洗到一個步驟的時候 我要跑到下一站 我婆婆已經在床邊 衣服鋪好等我 那我們兩個就一人站一邊 我公公把Baby抱過來的時候 我們要一人穿一隻手 然後公公抱尿布 所以你任何一個擦錯都不能 讓她等 因為她會哭 公公不讓小孩子哭 好的 公公抱完尿布 我要跑到下一個步驟 我要去熱奶 那公公那時候已經抱好 在等我的奶 然後那時候Baby會哭嗎 公公在等我的奶 他會哭 我公公在等我的奶 公公好像在床 因為公公不讓小孩子哭 所以我就很緊張 邊熱邊等的時候 如果熱一個太熱的話 Baby就哭 等慢 公公就這樣 小妹 你好大 好了沒 我說不好意思 太熱 等一下我再沖個冷水什麼什麼 我每天洗澡都是像作戰一樣 然後會很戰戰兢兢 因為不可以讓她哭 對 小朋友有時候哭其實是好事 是好事啊 可是第一胎 比較長輩的會比較說 不准讓她哭 所以我牧場是真的 不要讓小孩子哭比較好嗎 其實一點點哭真的是 真的是像 對啊 廢物喔 是在做一點的運動 對 他的運動啊 最常可以到多久 四十分鐘可以嗎 我覺得四十分鐘好像也太久 你是以後讓她做男高音 還女高音 我有一部主動給她 沒關係 我是有看過我一個 好慢的啊 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完全不讓小朋友哭 結果她女兒三歲的時候 長了淚餡顏 然後整個眼睛腫到 就是你永遠看 想說她怎麼畫了一邊 黑色的煙燻妝 她就整個淚餡顏 然後裡面擠出來是濃 因為她就是 她沒有流過眼淚 對 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怎麼可能 讓小朋友不哭 對啊 怎麼可能 就塞住她的眼睛 這樣塞住嗎 她要哭的時候 趕快她如果 抱啊 對 抱啊 然後或是餵她吃啊 之類的 對 所以小孩子哭的時候 是要馬上抱住她嗎 理論上你要先發出聲音 所以像其實 剛剛大家講的就是 甚至有媽媽回去 會跟我們說 不然你們的護士服一套 賣我們 車主也賣我們 真的有 對 真的有 還有遇到媽媽是那種 回家之後兩天打電話來說 我可不可以再把小孩子拖回去 我們說那妳要拖多久 她說可不可以拖到她 我怎麼會拖到她長大 她怎麼會拖到她 有電就對了 對啊 因為她大概兩天被搞得 大概都沒有睡覺 大概都嚇死了 真的 可是我覺得每個媽媽 有每個媽媽 不同的教育方式 像有的媽媽就是 小朋友哭了 她就會說 我們不能讓她 有孤單的感覺 我們讓她有安全感 所以她哭的時候 我們就要安撫她 讓她知道說 媽媽永遠在她旁邊 支持她 有的媽媽就是那種 就讓她哭啊 讓她知道 哭不是手段 你不要以為哭 可以得到所有的事情 解決不了 真的 所以妳覺得哪一種 是比較好的呢 我認為哭應該 就是我們應該要安撫她 可是安撫不一定是 一定是抱或者是吃 對 妳可以出聲音 然後再來妳要走靠近她 讓她知道妳 寶貝 周圍是有人的 媽咪還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那她不是孤單 不然她如果真的 求救無緣的時候 其實她未來 她對人生就完全 沒有任何的訊息 對 姐姐妳這麼厲害 妳說 我就是這樣啊 妳走好遠 妳走這麼看不到人 沒有 她只要 她只要一哭 我們步驟就是尿布嘛 是不是餓了嘛 然後哪裡不舒服 是癢癢還是流汗熱熱對不對 然後 然後如果 如果妳步驟都弄好了 她又在那邊揮的話 我都是走過去說 妳不要哭 媽媽在這裡陪妳啊 沒有走開啊 我愛妳喔 真的好愛妳喔 我們都覺得很敷衍的感覺 對 我就這樣跟她講啊 久了她就知道了 她只要一揮 我就去跟她講 然後這樣子久了 她懂 妳看我怎麼乖 有沒有 我跟妳講 她真的很誇張 昨天就是發生呢 我們就是在聚餐 然後她媽媽原本就是 琪媽原本就是帶著 皇上好照到人家家去 然後她在睡覺 那琪媽不知道接什麼電話 就跑出去了 那琪琪因為在外面工作 然後琪媽就跟我講 就說小可 來幫我拍一下 就出去了四個小時沒有回來 她爸爸媽媽不在 然後唯一的親人 是她那一位姐姐 我那位姐姐說 姐姐 不好意思 妳弟弟是幾點喝的奶嗎 喝多少奶 慢慢的一個小時過去 兩個小時過去 三個小時過去 四個小時應該要喝奶了吧 她開始醒了 然後開始嘴巴移動她 她會有要尋奶的感覺 對 然後也不知道 她換尿布了沒 因為也沒有流尿布下來 然後也沒有流 然後我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媽媽說 我要快回來了啦 媽媽回來了... 一進門第一件事情 兒子還在睡喔 吃東西... 然後就坐在那邊吃火鍋 這是要訓練她獨立的方法 但是就不要 盡量不要吵她 她睡就是在長大好不好 沒有 妳說她在吃火鍋 她兒子是我在餵奶 她奶奶吃我奶奶 她說謝謝妳... 妳在幫她餵小孩 我在幫她餵 她真的很誇張 所以琪琪妳現在好像很厲害 很會照顧小孩 所以妳也幫小孩子洗澡 都不害怕這些嗎 其實第一個 第一次幫黃茵萱洗澡 我很害怕 那我朋友就很好心 現在的洗澡都非常的先進 她有一個專門是 有一個弧度的 所以她們可以架網子 你就可以架在上面 然後這樣幫她擦澡 小孩子放在網子上 對 很方便 那買網子 但是因為妳還是要給她 翻來翻去 妳還是會不小心 可能把她滑下去 我沒有 但是她是... 那個網子 她們也只能弄到 一兩個月 三個月 其實大概大就沒有辦法 她又整個是長大 所以她只能用坐著 其實網子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可以推薦給大家 真的 我們那時候其實啊 我們洗澡的時候好害怕 因為那時候冬天 所以我要先把暖爐先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等到差不多暖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準備東西 比如說說 準備小朋友的浴巾 然後小朋友的尿布 可是當一切都好了的時候 然後就把兔寶放進去 兔寶就開始狂哭 只要開始拖一發就開始哭 然後我老公有去劇團 問她的朋友 她朋友就說 叫她怎麼洗澡 幹嘛...的 然後也埋網子 可是我老實說 在醫院出來的時候 有教我們怎麼洗澡 在月子中心我有去上課 重點那娃娃是硬的 她拿娃娃硬的 真的 她撥出自己會那個 可是妳說笑她撥出那個 妳以為怕死 怕死 怕死 我告訴妳 就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抱著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因為她的... 她頭我很怕 是不是要什麼耳朵蓋起來 怕她進水 對 所以就很害怕 就把她頭弄來 脫髮哭得跟什麼一樣 然後好不容易洗完澡 乾淨了 因為她哭得太慘 所以她就大便了 因為小朋友的扣約金沒長好 對 她只要哭 她就大便 怕其善 妳又再洗一次 所以到最後 只要到洗澡的時候 我都非常的害怕 然後等洗完之後 放上去了 你就覺得一切都準備好 總之有辦法少 少乳液 少肺子粉 少什麼東西 結果搞到自己全身都散 沒涴汗流 我的汗可以滴到眼睛這樣 眼睛很新 有沒有 快累死 我就覺得洗澡 真是一些很可怕的事 然後現在兔寶越來越大 我覺得OK 有一天我就非常 我想說兔寶長大了 我也越來越得心一手 我要來幫她洗澡 老公 去上班 家幫我幫她洗 洗完洗 將將回來 她洗澡 不用幫她洗 媽媽妳蒸髮了 就那天幫兔寶洗 水放好 放得非常溫暖 然後什麼弄好之後 我就 兔寶今天特別乖 我幫她洗後面的時候 她就這樣 好乖 我最後發現她在喝水 她以為 你很乖 天啊 你真的有沒有 在喝水 我跟她在喝水 打那一顆喝水 我幾顆我沒有 踩她 然後我沒發現就好喝水 在喝水 她覺得怎麼了 好難 她每天都有怪狀 好難喔 我不是說好難喔 那拔絲拔 那要開始 是不是就開始有一些 比如說半天會上廁所 尿尿大便 小孩的吃喝拉撒 罪令媽媽苦惱 在月底中心的 有一次也是換大便 她換出來的時候 你就發現 她這樣 然後就 阿姨啊 人中用力 不 然後就 你知道嗎 她就是 順著那個 弧度 然後噴到妳的大腿 整個都是 不會好多次都是這樣 出直接沒動 這個 你看 feld如何上廁所 尿尿大便的 其實很可怕 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生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直中心坐完 我回媽媽家 本來想說再坐十天 可是我最後在媽媽家 住了三個月 因為帶小朋友實在太難 我記得有一次半夜 吐寶也是開始哭 然後哭完之後他就是又大便 他第一天回來的時候 大了十次便 因為他 他其實不是刻意要大便 他是哭得太慘 然後我只能說 半夜八十把 娘真的太可怕 比方說幫她換尿布 我已經放到那個 小朋友的專屬 換尿布的地方 然後我嫂嫂 因為是過來人 我媽媽也是過來人 所以當我換尿布的 第一個時候 好緊張 我必須說好緊張 就這樣子 把小朋友放上去 小朋友開始就狂哭 狂哭你就開始冒冷汗 然後就開始打開之後 就看到有大便 就想說趕快要用柿子巾幫他擦 雖然你那個柿子巾 還有一個溫熱氣 所以你打開之後 你把它抽起來之後 因為兔寶在哭 你這邊就忘了關 在幫他擦的時候 我嫂嫂就說 你那個要關他就不會嗎 然後就關他 把他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 兔寶在這邊翻來翻去 我媽媽說 兔寶... 你要顧兔寶 好 又趕快過來 然後我把他弄上去之後 反正就是嫂嫂跟媽媽 在旁邊一直講東講西 然後就把尿布弄起來之後 他們就... 我嫂嫂就說 不行 要把新的尿布 墊在下面 然後才能把舊的尿布 這樣 對 因為他如果突然尿的話 怎麼辦 所以就要墊下去之後 然後抽起來 抽起來之後 舊的我就亂丟 我嫂嫂就說要把他捲起來 所以你要趕快捲起來 然後兔寶要狂困 你就覺得 換尿布真是一件 好可怕的事情 所以當然有一次 他半夜十二點多 喂完奶奶 我突然聞到大便味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完了灰了 因為我要一個人幫他洗屁 對 所以我就把我媽媽叫醒 可是那次很慘 就是洗屁股的時候 因為沒什麼經驗 所以我的身上也是大便 我媽身上也是大便 那天我媽半夜兩點 在睡衣服 哇 洗屁股真的很慘 你們是真的會被小朋友 這樣噴到大便還是 他沒有噴 我被噴過超多次的 你沒噴過 我被噴過尿跟大便 因為女生你才可以墊在下面 然後但是男生 你再換尿布的時候 你要趕快用個衛生紙 蓋住他的小雞雞 不然他一吹到涼風 他就 我好多次都是這樣 樹直接被動耶 我在越野中心的 有一次也是換大便 因為他有的時候喝完 他會瞬間大 可是他不會大乾淨 他可能分段 然後你就幫他換出來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的人中 開始用力 他就 你啊 人中用力 然後就 他就是順著那個弧度 然後噴到你的大腿 整個都是 但是媽媽真的是 有媽媽的天性 你會瞬間看 你說大便耶 然後看顏色OK 大便不錯 健康正常 然後才怎麼會把他的 髒的大便拿出來 然後換新的尿布 就是每一個都是 非常非常錯綜複雜的 對 真的很可怕 但是這樣看起來 琪琪好像感覺上 你還滿應付的來 可是你其實有 曾經產後憂鬱 有 就是當小孩子哭不停的時候 你都步驟到 我還叫燈溫畫公雞耶 什麼意思 因為人家說 從衣服開始倒著掉 然後沒有用 之後 他說公雞 要畫一隻公雞在他的床頭 貼著 不知道 就是人家說要畫公雞 不能跟小孩講 然後到後來 反正我就用很多方式 然後還去求那個符 壓在他枕頭下面 還有浮水 讓浮水幫他洗澡 用這種方式 然後後來 有一次就是因為真的不行 我真的是 又要工作 因為晚上要弄他 早上我要上班 我一天只睡一到兩個小時 我真的快瘋掉了 有一次我就是把他抱著 我會這樣子說 你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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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瘋的揍他屁股耶 我是用拍的 但是我已經 然後我拍完就覺得 心裡面就開始說 我怎麼了 我是不是 殘後憂鬱症了 我是不是要瘋了 然後就開始跟自己說 我以後不可以再這樣了 我要振作之類 就這樣跟自己講 那邊講的時候 把自己冰在牛小孩那樣 沒什麼 小孩頭斷了 沒有 就是這樣 我覺得一定會 多少會有殘後憂鬱 然後都會經歷這樣 小咪是不是也會 剛生小孩也是會哭 我會 因為那時候 我在公公家坐月子的時候 剛好我回去的第一天 我老公就出國了 所以我自己帶著小孩子 第一次跟我公婆相處 所以其實我是很不安的 然後後來 他去了大概半個月 那這半個月 我每天在哭 那他有時候 可能打電話給我說 老婆我工作結束 那我可能要去慶功宴 十二點去到兩點 還沒打電話來 我打去我開始哭 我說你 我在這裡帶小孩 你還在那裡 我就大哭 他說你怎麼了 你不要嚇我 我現在馬上回去 他要坐計程車 馬上衝回酒店打給我 然後問我還好嗎 什麼的這樣 然後後來 真的整整哭了半個月 才比較好一點 然後那時候 小孩子也是每天哭 我就抱著他一起哭 後來我就有聽到 就是有偏方說 你可以讓小孩子 叫到天亮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禮拜 你就先讓他 他如果快要醒的時候 你就拍拍他 不要理他 不要換尿布 讓他哭五分鐘 那第二個禮拜十分鐘 第三個禮拜 一此類推這樣 然後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我們想說 這方法也太好了吧 我們想說 馬上跟公公講 有這個方法 我們要來試試 公公說 胡說八道 誰可以用這個方法 不準 然後我們就沒有試過 對 可是後來 他第二個月 就一覺到天亮 還滿乖的 但是這個黃護領長 這個方法是有根據的嗎 其實小孩子 真的要去訓練 他的睡眠是可行的 可是一定要在一個月以後 對 就是他的睡眠機制 那個時候才成熟 就好像我們都知道 一個半... 一歲半的時候 才可以訓練小便 對 所以其實他是 一個月以後 其實真的可以 那平均大概滿月的時候 至少他一覺 可以睡五到六個小時 可以 真的可以 所以媽媽也其實不用... 我們講不要太緊張 其實大家當過媽媽 一定都會緊張 其實緊張是好事啦 對 可是妳在意這個小孩 對 不是像琪琪那樣就是 妳說要在意 我們來算肉 我們來算肉 別媽媽在餵小孩 但是其實妳看 我們剛剛說睡 吃 然後拉是最基本的 但是事實上 小孩的狀況 是越來越多的 比方說他可能就會 開始生病 發燒 我覺得所有媽媽 遇到發燒這個狀況 都會手足無措 因為我們常聽到很多耳語說 唉呀 誰的小孩 因為發燒 就沒有顧 四十幾度 後來 燒成什麼 對 就會擔心 就是只有一點點 他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 那鍾琪妳 妳第一次面對小孩子 發燒是什麼狀況 是因為他那時候去打疫苗 因為那個 那個三針 那一次打了三針 可是其實我最後才發現 其實發燒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他那個疫苗在作用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很可怕 那時候就想說 打完三針沒什麼事 可是半夜我抱他的時候 真的抱了一個小火爐 他就全身燙燙的 然後妳就覺得好可怕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人家說 遇到小朋友發燒的時候 那我這個媽媽該怎麼辦 很多人 包括其實之前有很多人 教妳很多方法 什麼德國媽媽 什麼包腳 什麼什麼 什麼退熱帖 可是那時候 妳真的想都想不到要幹嘛 妳那時候只會說 怎麼辦 他發燒了 然後想說 不知如何是好 然後最後我就是抱著他 然後到早上 可是我給他弄退熱帖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我就一直量那個耳溫 可是那時候 譬如說我真的非常非常緊張 可是那時候抱著他的時候 就真的覺得 打在人身痛 對 打在人身痛在年輕 對 那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 對 就這樣 小孩子很敏感 對 他會感受到父母緊張的情緒 然後所反應出來的 所以剛剛我們大家都在講起起 其實我倒是覺得說 他那個語調 那個語氣就是 非常的平穩 他沒事啦 沒事啦 沒關係啦 對 那那樣子其實他的小孩子 反而真的是會比較乖 很穩定好不好 就 他就知道媽媽都是在旁邊的 所以你的小孩有被你害過 紅屁股不是嗎 有啊 不是我害他 就是 好啦 這是你 是我啦 就 就一個晚上忘記換了 最後那一塊 他就那天就紅屁股 其實還滿嚴重的 之後 我到四個月之後 他的所有尿布我都是 都不太用尿布 我都是用 只要一大便我都是用洗的 因為你也是擦 你一直摩擦 他皮膚也是一直被你受傷傷害 所以我後來都洗皮膚 到現在呢 他 我女兒很厲害 他現在已經可以站著淋浴了 然後 他差不多第八個月 我就是洗頭 不是都要這樣子洗嗎 他不要 他坐著洗水直接這樣沖 那麼棒 八個月 八個月 他女兒真的很堵 我就說你頭低低 頭低低 對 這樣低低 好 媽媽沖水 對 就一直這樣子 到現在他已經可以淋浴 然後這樣很自由自在這樣子洗這樣 小朋友 我們一個小孩子 都每個小孩子不同的個性 對 是真的 就好像有小孩子就是很活潑 有小孩子就是比較害羞 有小孩子就是很喜歡玩水 有小孩子就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也是 做父母也是要很靠 人分跟小孩子相處的 是 可是徐小可好像 真的是個性就比較緊張一點了 因為你剛剛說 鼻子感覺他長粉刺 其實那是正常的 如果他長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東西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快要得 異位性皮膚 訓練小孩抵抗力 卻讓小孩感冒 我會訓練小孩 因為我早就說 不要給小孩保護得太好 天氣有點冷 老實說有點冷 然後小時候穿一件 應該夠吧 就在家裡 就就聽到他 然後我阿姨就說 今天他在打換你 我說 忘記到第二天 他要給他穿掃掃 我阿姨就說 新年啊 你可能要穿他去刮 他在看什麼 他說 他比水公公 這怎麼會名 因為他長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快要得 異位性皮膚炎了 因為台灣有很多小朋友 都是有過敏性 就是過敏體質 然後我們那時候 剛出來的時候 去驗期待 然後醫生就跟我們講說 他有一點點過敏體質 但是因為我們家 我跟Ben兩個人都有 所以就覺得這小孩子 應該百分之八九十 應該就有過敏性體質 但是異位性皮膚炎 就會比較擔心 因為怕他 到了 我跟Ben兩個人都有 然後他會很不舒服 然後他會很不舒服 那我知道的是 如果可以從小 讓他去改善他的飲食的話 那應該對他有幫助 於是我就看他 觀察他皮膚上面的症狀 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老公 我要開始吃素了 兒子也要吃素 然後他就說 蛤 為什麼 我就說 這是會對他好 他說蛤 為什麼 我就說 因為他有異位性皮膚炎 不能接受蛋白質 尤其是動物蛋白 然後他就說 這不是異位性皮膚炎啊 這應該只是小疹子而已 你不用那麼緊張 我就說 那是異位性皮膚炎 我已經查過了 然後我們去打預防針的時候 我就問醫師 我就把他的脖漿掀開 然後我就說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疹子 然後醫生就說 那不是異位性皮膚炎 然後我就說 醫生 你沒有看清楚 那是異位性皮膚炎 那是醫生 因為打預防針的醫生 太多了 他一定要看很多 那我怕他太忙 你知道我要跟他講一下 那可能不是 結果他因為他可能 他覺得他瞬間 沒有辦法說服我 他就直接打開他的電腦 說電腦打開 他就抓他的圖片 我就看到異位性皮膚炎 那個症狀 就發現好像真的還滿嚴重的 那擺開水好像比較輕 但是他還是說就是 他如果有過敏體質的話 你的甜食跟咖啡就不要喝 就因為他現在喝母奶 然後以後他 對於什麼過敏再說 對 除了過敏體質 這個小咪你們家那個 也有過敏體質對不對 對 可是我是看到 有一次我幫他換尿布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他屁股 有一個息肉 然後我就嚇到 我說爸爸你趕快來看 他屁股怎麼會有息肉 我就開始亂想 我想說我是給他亂吃什麼 害他便秘 所以他大便不出來長息肉 那我跟我老公就很緊張 我就趕快跑去掛號 那掛號的時候 醫生就是會 一開始就問你說 那你要看什麼 我說他屁股好像有息肉 我想要看一下醫生 他說不用看 你們回去了 小朋友正常都是會這樣 是不是 有時候真的都是父母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對 其實這正常的 有講到那個屁股啊 是之前像 因為把他開始喝母奶 所以他就是大便 可能次數就不見得都會一樣 可能一天有時候大快十次 但是有時候可能兩三天 他才大一次 但是剛開始不知道 我們就很擔心他便秘 然後就說如果要隱便的話 是拿 溫度計 鋼溫 然後去動他的就是屁眼那邊 就讓他有便意 然後你知道就是 如果你媽媽很緊張的時候 你想說 怎麼繞那麼久都沒有 你就很進去 你就想說 緊去一點好了 然後出來 然後一看 怎麼都沒有大便 為什麼那麼久都沒有大 就去問醫生醫生來說 其實喝母奶寶寶 可以十四天都不大便 都是正常的 對 所以媽媽有時候 真的會過分緊張 你就是搞得小朋友很不舒服 對 而且你好像就 因為有時候好心 真的有時候會做壞事 比方說你去把它尿布包得很鬆 還是什麼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穿那種 就是鬆緊帶褲 你站著是OK 但你坐下來就會覺得好緊 對 然後我也會擔心小朋友 那個尿布 有時候拉得太緊 他有時候躺得很OK 但他坐起來拍寶格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怎麼勒得兩坨肉 你就怕他不舒服 我就放得很鬆 就浪浪的 然後有一次也是吃完飯 他就是便便完之後 我就幫他拍寶格 就這樣拍... 拍完之後想說 怎麼濕濕的 怎麼出汗出成這樣 結果一打開來 全部都是黃的 因為我的尿布弄得太鬆 它沒有側漏 它整個從前面跟後面溢出來 對 然後就因為你太擔心它不舒服 反而讓它過度舒服 就會搞得自己很忙亂 對 所以過度舒服也不行 像那個黃紅里長 好像也有人就是 因為可能要小孩子 依賴了奶瓶 或是奶嘴之類 所以小孩子講話 也會講得不清楚是不是 對... 就是說如果該 小孩子每一次 每一個階段都有應該 大概他要進食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建議 四到六個月要開始餵副食品 那副食品就是 大家可能也不要偷懶 就是直接可能 放在那個奶瓶裡面 直接讓他這樣吃 其實應該是要用湯匙味的 那最主要是要讓他學會 這樣子就是去咬合 然後去咀嚼 那如果說你沒有這個過程 你跳過去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兩歲的時候吧 他跟我說他兒子 不會用杯子喝水 對 後來我一問才知道說 他到兩歲 他還沒有給他副食品 他全部都是頂多加米粉麥粉 就是全部用奶瓶在喝 對 所以他等於叫 他就錯過這一個 就是這段期間 那那樣子未來 小孩子他的咬字 比如說胺跟胺 他是需要很多字 很多音他是發不出來的 犯...犯青啊 官方穩贈 官方穩贈 所以像小朋友爬行 是不是也很重要 對...爬行也是 就是小孩子他們是用手 其實皮膚是全身最大最大的一個 知覺的器官 所以他會去摸索 比如說膠袋啦 塑膠袋 然後地毯 對他摸索之後 他傳遞到大腦 所以如果有很多潔癖的媽媽 像我們 比如說護理人員 其實有很多真的是這樣 他就是永遠 我擦好這一塊地 你只能在這一塊區域裡面爬 其他地方你通通不准去 或者是可能就直接把它 關在他那個小床 把籃子拉起來 對...那他等於就 減少了爬行的這一段 就是五到九個月 那那樣子的話 其實他未來那個 感覺統合會有問題 就是一條線 通常我們就雙腳跳過去 兩腳跳過去 其實都很正常 那個孩子他可能 雙腳跳就是跳不過去 然後拍球 我們這樣連續拍個 五下 十下 一百下都沒事 那個孩子 一拍球就彈掉 一拍球就彈掉 他絕對接不到第二次 對 你這樣...你講完之後 這一排媽媽開始變緊張了 不會啊 我就是自然排 可是... 而且我們去就是 像每次打預防針 他都會幫你做他的肌肉 然後什麼骨骼的檢查 然後我就說醫生 他最近很愛吃手 結果醫生就說讓他吃 對 他說他要怎麼吃 就讓他吃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因為他要感覺到 這個是他的手 他吃了之後 他放開看到了 這是手 然後可是他吃到 現在很誇張 醫生我這樣才要 繼續讓他吃嗎 他是整個挖到這樣 然後就出現這個動作 然後你就在客廳 他吃完飯 你就聽到 我要阻止他嗎 你可能稍微可以阻止一下下 不過這個是他們在練習 就是他一開始 他可能對不準 然後他終於對到嘴巴了 有東西而且可以吸 還可以吸出聲音 所以他們會覺得那個 自我控制感非常好 所以這個是他長大 茁壯的一個象徵 但是繼續這樣挖 就要阻止了 他過一陣子他可能就會 他可能想當模特兒 所以又吹吐了 真的 那小朋友是不是衣服也不要 因為很多家長都怕小朋友太冷 然後就穿太多 對 台灣人會講說 小朋友沒有六個天 所以像我們有時候 八九月 我們還會遇到 就是家長根本來 看門診的時候 除了穿好幾件衣服 外面還要裹一個大毛毯 對 那那個我們一看到 大概就昏倒 所以其實小朋友 一個原則就是 他只要比我們大人多一件 對 就可以了 可是小朋友不是其實 比我們不怕冷嗎 是不是 他其實比我們怕熱 對 所以為什麼小孩子 在我們手上都比較乖 像我們在嬰兒室 我們的設定就是 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那我們頂多穿一件 蓋一件博背 可是我們在家裡 絕對不可能只有這樣 對 那所以甚至冷氣 也都沒有開 那有時候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他熱他也不會講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熱疹 或者是他根本背後就流汗了 對 所以適當的時候 三不五時小孩子在吵 其實他可能真的就是很熱 就恰壓 就不舒服 我們就在那個背後 稍微摸一下 其實根本他背後可能都是汗了 就是說大人的大背子 是絕對不適合的 所以還是讓他蓋那種包袋 對 而且我們常常有很多的經驗 就是小朋友比較大 可能要哄睡覺 就是會大概比較難 那我們大人這樣最近變天 可能我們就會習慣給他 就是再多蓋一件 可是事實上其實小孩子 你的腳讓他露出來在外面 你不要把他包得緊緊 其實他睡得更舒服 對 因為我們自己有時候睡到 都覺得腳放外面有一點點舒服 對 很舒服 涼涼的 所以中心一定是那種 會訓練小孩子的 我會訓練小孩 因為我小孩就說 不要給小孩保護得太好 他說你穿太多 他一出去啊 他如果一瘦一點風 他就風寒了 就感冒了 所以我之前就想說 我要訓練吐飽 那想說小朋友的體溫又很高 然後他應該遺傳我又很怕熱 所以我記得那一陣子 我想說天氣有點冷 老實說有點冷 然後想說穿一件應該夠吧 就在家裡 然後我就想說給他穿一件 想說要訓練他 免得他那個穿太多 然後等一下就感冒 就聽到他很久 然後我阿姨就說 訓練他在打破了 沒關係 阿姨我告訴你 我在月子中心 他們阿姨說 打噴嚏是因為空氣走的一些灰塵 很正常 好 我就覺得OK 就到第二天 我一樣給他穿掃掃的 第二天出去一回來 我阿姨就說 心靈啊 你可能要帶他去看他 我說有什麼 他說他鼻水 咚咚了 他氣鼻涕 我真的給他穿太少了 我再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他感冒了 我說我想說要訓練他 所以等一下過於不及都不行 真的 因為我們今天講很多這個 感覺像養小孩很辛苦 然後很痛苦這樣 這樣怕講到桌大都不生了 所以我們講一些 小朋友帶給你們一些快樂 溫暖的地方好不好 我們來講一些 小朋友帶給你們一些快樂 溫暖的地方好不好 心靈 小朋友就是名之三有五偏向 五三型 就是他真的很可愛 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就是你看到他 每天長大會有一點點 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可愛 很感動 對 會很感動 那你就覺得你為他做任何事情 都願意 比方說很容易小事化大 然後無事化小事這樣 比方說有一次那個蚊子進來 然後就很緊張... 因為想說要打蚊子 不然咬到兔寶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你如果打到一隻蚊子 就好開心喔 終於可以好好睡覺 那有一天我們就突然發現 那一天蚊子很多 然後呢 我必須說小孩子幫我跟我老公 製造很多生活的情緒這樣子 我老公 我就說 老公 怎麼辦 今天蚊子很多 我老公說那怎麼辦 他說那不然這樣好 你站在門口好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不會啊 你站在那裡 蚊子被你擋也擋住了 因為他想說 蚊子在那裡 撞到牆壁就 我昏了 他說搞什麼東西 可是你就覺得 為了兔寶做這種事情 你就覺得很開心 就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每天都會進步 比方說他最近在叫爸爸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就覺得很開心這樣 然後一睡醒 你看他在拍你的臉 然後對你這樣 就還滿開心的 對 小可是不是也是因為 就生了小孩之後 整個生活習慣 興趣什麼都改變 對 應該是說 我在沒有生小孩之前就是 應該是工作為主 然後什麼都是 好 結婚之後就老公為主 但是現在因為 就是兩個家庭 家庭之間有個滋潤點了 然後其實兩個人 我們兩個講話已經夠 我們兩個講 誰 這是我 什麼回事啊 眼睛 這是妳的興趣就對了 沒有 因為子時不整代何時 真的 因為小朋友就是每天在長大 你在他可以受控的時候 你不趕快幫他做一些 有的沒的造型 因為他的臉 我們那天看電視就覺得 老公你覺得他好像一個人 然後我們就說 對 好像一個人 似曾相似的人 蠟筆小心 但少了什麼 粗眉毛 然後我們就說 好 去買海苔好了 於是那天我下班之後 兩個在啃海苔 然後用口水幫他貼上去 然後慢慢有醒來看我們一下 但他也很乖 就讓我們拍照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生活多了很多很多的樂趣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一個成長點是 我覺得家庭觀念變得很重 尤其是 妳對於小朋友 妳知道要付出 可是妳對於長輩 妳更知道要付出 就是我覺得 養兒方之父母恩 真的 妳媽也覺得妳長大了吧 對 成熟了 跟家人感覺會更好 OK 而且小蜜妳們家的小孩 已經是妳們的開心果了對不對 對 因為小蜜蜜很可愛 她很喜歡音樂 那我老公會常常唱 給她聽 然後她就跟著跳舞或什麼 那我們現在是要訓練她說 不可以說跌倒了什麼 妳就要大哭 所以她只要一跌倒 她要大哭的時候 我們就會小蜜蜜 恭喜恭喜新年好 恭喜恭喜新年好 然後她跟著就 就邊哭還邊拍手 然後搖頭這樣 小蜜蜜好棒 而且很重 那女兒昨天明明就很難過 長大變陰影吧 那女兒明明就很難過 然後接著還在 恭喜恭喜新年好 她也很難過 她說接著妳為什麼要唱 她說不要唱 恭喜恭喜新年好 她就不知道要哭 還是要開心 然後她就慢慢忘記哭 然後就很開心 可是以後她聽到恭喜新年 想到當心 還給老婆媽媽笑的 奇怪 不然你聽到這首歌 就很想聊對不對 你怎麼過年是突然想不起來 靠春年才知道這一切 真的 因為我是有兩個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兒子現在兩個月 她已經會開始慢慢的 會笑這樣 就覺得好天使 然後看到女兒會去說 弟弟媽媽爸爸去上班 乖乖你不要哭 爸爸等一下就回來 買禮物送給你 就會這樣子 然後黃太后也是 你唱歌她也是會在那邊 很開心地跳 然後也會去 不知道那感覺其實是 很奇妙的感覺 那我說建議大家 是一定要剩兩個 一定要剩兩個 對啊 加油 加油 你幹嘛轉過來 你給小可多加油 我會加油 加油好嗎 是 那黃國會長 最後告訴我們 如果真的有發覺自己 有可能產後憂鬱症的話 到底要怎麼樣去調適心情 會比較好 我覺得其實 一定要去想辦法 當一個快樂的媽媽 對 然後要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就是前面的兩個禮拜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預告期 就是前面兩個禮拜 確實是真的讓自己 會有一點點難過 對 可是兩個禮拜過後 絕對一定 絕大多數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會改善 所以其實不要 就是不要讓自己難過太久 然後就是 我曾經遇到一個媽媽最可愛 她說怎麼樣證明我的奶 就是到她身上 真的有成就感 你們都只是趁了告訴我說 她多了兩公斤 後來有一天她告訴我說 她就去豬肉攤 她就說老闆 你給我兩公斤的肉 然後老闆切下來兩公斤的肉 她就帶著扛回家 她就說你看 我的奶就化成這兩公斤的肉 多麼的有錢 滿實際的一個媽媽 實際的媽媽 實際的媽媽 這是出生的媽媽真的 那我媽如果要扛我的肉 那就能 成就感超多的 不過這親手媽媽 真的有很多乾苦談 那既然有苦 一定也有開心的時候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人生當中 我們要尋找愛 我們希望人家來愛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人生才會完美 沒有 當了媽媽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心裡有無窮無盡的愛 你就會成為那個愛的中心 因為你把全部的愛 都拿來愛你的小孩子 真的 你就會成為一個更棒的人 所以新手媽媽們 辛苦了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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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